煮了几分钟后 汤还未开始喝 就已经上来了 上面有蔬菜和牛肉 牛肉看上去这种是挺嫩的 中间还有蛋 这部分好吃 买两棵就会是 正面头这两棵 我买菜就不像它 慢慢想 慢慢看 慢慢选择 基本上就是我先头所说 在沙远市场这些很旧的屋子 而且价格很便宜 或者打包一份回来试 我记得很久之前 我开始和太太过来市场拍摄的时候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来到广州汇连一道 都会令人很讨厌的日子 就是春天的雨 又自然会伴随着回南天而来 话说今天 我会带大家去帮观众找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我们现在走着这边就是工业大道北 在前面往右转就是沙远市场 我会去两个地方 满足两位观众的要求 第一位就在前面 应该叫凤凰大街三号 一位就在前面凤凰三街 在这里走过一点就到了 话说这几位观众其实留言了很久了 之前遇上不是农历新年 就是我们去澳门各种 一路拖一路拖 拖到今天终于成事了 每年一到这些时候 天就是这样的了 话说今早都不算很大雨 昨晚就下了很大雨 早几天我们就在珠海回来很冷 突然之间 在拱北过关的时候 都还很温暖 还很热 但是回到斗门之后 突然间变冷 突然间变冷 好了 过了几天 到现在就变回暖 加上下雨 超刺激 现在下雨也更好 如果不下雨 其实地面和不下雨一样的湿 再过多几天 再暖一点 那幅墙就开始浸水了 不是爆水渠那种浸水 是在里面浸出来的 我去完凤凰三街之后 就会过去沙丸七街 又是另外一位观众的要求 今晚的晚餐 我就打算这样 有观众提醒过我 在保育路上 即是西线前一点 有一间叫做 日日美食的餐厅 做煲仔饭就很好吃的 那我就决定今天过去试一下 原先我老婆都说今天出来 和我去白市 但这么大雨 这么宽 她一定是很不暢快的 所以最后我可能会 去市场买一点点菜 基本上我的计划就是这样 我们继续往事走 大概还有几分钟就到 平时我在这条路 都是开车比较多的 但是今天就试一下在那里 走路过去 我会在这里进去 说那些路那么难走 我面前这里应该叫做 凤凰二阶 前面也有写 但有小问题就是 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可能不行 地道远的意思是 在这里进去 但是好像也是自出自入 我在这里 因为这边会近一点 这个位置应该是拦着 汽车出入 而不是拦着行人 我们来山丸市场买菜 都是直接就进去市场 买买买买完 看看看看看完 然后出来吃饭 那就走了 有时候会经过 保港大道 过去江南西那边走 很少会走到过来这边 入到这里 社区那种感觉 又未至于到 回到去 广船那边的宿舍 这么残 这么够的 但是至于你说新 就肯定是算不上的了 比如好像面前这些 都是有防盗网 大概我估 八十年代的建筑物 在这里挺好的 停车呢 这些车就可以全部停在这里 都挺方便的出入 应该会在前面这条路 往右转的 前面这个叫梅远南路 先头沿路 我走到这里可能会好些 不过差不多 而且手为电话定位 不是太准 再加上下雨 都挺烦的 在附近市场最大 当然是沙远市场 前面也有一个 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市场 其实我都不太记得 我会在前面往右转的 这里叫做 哦 臭海鱼 脏 我 就是 我 我 如果地图是对的话 我应该会在前面望左转的 还有右边这些屋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古久 有点像沙院外边 我和老婆常说 为什么这里有这么旧的屋 而且它楼底楼层不是太多 只有四层 可惜下雨我看得不清楚 天气很灰蒙蒙 大家以为现在很硬 其实不是现在五点钟都未够 我会在这里转过去 还有大家看壁画都挺漂亮的 凤凰新村 这里写着 应该就在这里过去 观众要找的是27号 我估计可能已经在这条街上 说不定都已经看到了 但我先找到门牌 已经确认过就是这栋楼了 凤凰三街27号 虽然屋是很旧 但是很安静 又近市场 停车又方便 里面还有可以停单车 但里面我肯定是不可以进去的 有保安叔叔在这里 门口还有这个便文充电柜 就是那些电动自行车在充电那种 如此其实观众叫我来确认一下 是有没有装电梯的 这里已经有装了电梯 应该大家看到了 凡方便 因为老人家多 而且这栋五层六层樓高 有九层装电梯 我们是见得多的 这样的楼层装电梯 又少见的 看来他们很需要 这镜头转过来这边更厉害 有这样的屋子 像以前把那些村屋改造 再建一两层那种的 这楼下还有个麻雀馆 挺容易闹 玩得挺开心的 基本上我们已经看过这里 那我会回到外边 过去满足下一位观众的愿望 其实不是很远的 沙远七街 我记得我曾经来过一次这里 当时还是疫情那段时间来的 有一次也是进来这里 然后好像在前边吃粽 是早上早 挺好吃的 街坊楼下卖粽的 还有有奶饮 很安静很舒服的一个小区 就是旧的 就是旧的 以前这些外墙都脱落了 在这里附近 几栋楼都是很旧 几个小区都是很旧的 住的都是长者 所以附近会有很多麻雀馆 又会有市场 有部分是有家装电梯 不过这边会少一点 我会在前边这里往左转 过去应该是丽福路那里 保业路 经过回去丽福路 至于这里又看到有电梯 在月秀区就非常之多 海珠区会相对少一点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海珠区 这里会少一点 但是这里也有不少 至于前边这里 就是大名鼎鼎的保业路 我相信以前在这里 应该到夜晚 在宵夜档很热 时至今日 因为新的又没建好 旧的又拆了 至于我今天去吃铺仔饭 应该就还在这里 到时去到再说 又看到了 有旗牌 旗牌是什么意思 就是麻雀馆 主要是打麻雀多的 现在我们回到保业路 看到对面 已经拆成这样的了 没错 这里是保业路 刚才我们经过这里 路口是这样走进去 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 鹿风广场 我们会沿着这条路 一直往前走 我通常以往 我都是走外边 那条路比较多 跟老婆一出来 走那里去市场 很少会走过来这边 我们每一次都在看 拍照 拍照 对面那些屋 就是前面的 黄色的外墙 这一堆 楼上那里是白色的 不是加件 不是浅件 我记得有一次 晚上直播 当时还会搞晚上直播 就来到这里 然后 都很热闹的 晚上保业路 才热闹的 不过时至今天就 没了 对面的宵夜当 连地产中间也没有了 只剩下这几间 什么铁膜 卖一下烟仔 零食 茶叶 只要我吃东西 就会在那里 我已经证实到 它是有开门的 日日未吃 既然我现在 都来到它门口 不如我现在先吃东西 吃完东西才进去市场 也好 先进去帮观众 找他们曾经住的地方 得先进去 cracked footage 去意见 乡 20元梁瓜牛肉飯也有 九王滑蛋牛肉飯也有20元 平時我跟老婆經過 如果剛好撞凈吃飯時間 我都會見到這裡有很多人 現在餐廳裡面坐滿客戶 我就醒悟了我坐這裡 這邊就是車來車往的補業路 這裡就是我經過那幢樓樓 外牆很古舊的那個 裡面也有很多人 我又見到鹹魚花冷飯也只要20元 我今天就叫了滑蛋牛肉飯 也是20元加了蛋就24元 他們還有一個泥湯配 我叫完才知道 原來叫完這個才知道有泥湯 泥湯有什麼呢 也好 有白菜 幾分鐘後湯還未開始喝 就已經上來了 上面有蔬菜 還有牛肉 牛肉看上去這種是挺嫩的 中間還有這個蛋 等一等我才攪拌 這個時候湯應該都可以喝 剛才我試了一小口 是豬肺湯的 雖然料不算太多 但是很夠味 飯之前喝一口湯 真的很濃味 它的白菜煮得很軟 還有菜肝應該是不應該叫白菜的 這些美食一定要等天氣泥湯吃 還有坐在路邊才最有風味 在社交媒體上 很多人都說 他們這裡 在廣州來說 數一數二這麼好吃 好不好吃我還未知 因為都還未吃 但是夠人情味就真的 而且見到很多都是在老街坊 有些是打包帶走 有些是坐在裏面吃 正是這碗湯 這碗湯都已經是直回飄街了 等了一陣 應該開始有少許變熟了 首先下面他們已經放了少許豉油 在這個時候慢慢攪拌 我之前都說過 我不太喜歡煮仔飯 烈油菜 因為會阻礙攪拌的過程 它都蠻黏得蠻厲害的 因為有時候擔心黏得太厲害 會浪費些飯 不過問題不大 我可以攪拌湯去喝 我吃煲仔飯都是這樣的 第一不想浪費 第二真好吃的 我通常都會很擔心煲仔飯 它是會有很多油的 暫時看到就不會太多 刀下去它不會整件煎起 那些飯是不會整件黏著 是有少量少量的黏著邊 然後攪拌碗 讓它慢慢熟 這樣就好吃了 先試一件牛肉 這樣會不會滑一點呢 我認為 牛肉醃得很好吃 我最初很擔心它是那種 醃到很多梳打粉 醃到沒有肉味的那種 那種肉片來的牛片來的 不會的 至於我現在先吃了些菜 大家看看菜心 可能真的近市場的原因 那些菜很容易 很亂的 已經讓我吃完了 雞蛋也好像越來越熟了 應該是這樣 因為為什麼我要把那些菜吃掉 我是想這樣吃的 因為它們的筋是夠大的 不少少 在飯面這樣吃的 正如仙樓所說 它的牛肉真的處理得很好 我相信除了牛肉之外 其他應該都不錯 如果老婆有來 可能會叫黃絲 又或者豬潤都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那些很趕火候 慢慢慢慢滑 它的醬油加進去之後 你不需要另外再加醬油 而且它這個鍋 保溫的能力 是比以往其他餐廳吃煲仔飯的雅煲 但是就會偏小一點 這裡有點焦 哇 這部分好吃 超好吃 那些飯焦 它不是一件一件很大的 很怕那種的 下面會有一點點 它是很香的那些飯焦 那種焦的味道 哇 這裏不能吃 我已經放太久了 飯焦不會死死實實很硬的 這些 說明它不會加很多很多油 去弄到它快點熟 快點做到台下 就沒有的 像在吃餅乾 未知到餅乾那麼脆 但是都已經絕對不會很硬 咬不到那些沒有 就像這個一樣 如果是用很多油去煮 就會很硬 又試試看 米都用得很漂亮 對不對 絕對不會變成一塊糊 尤其用窩蛋這種做法 是很容易出到那種效果 這些飯黏在一起 這個是沒有的 依然聽食家說 還說如果靚煲仔飯 米要混合的 我不知道 最重要是好吃 嗯 如果筷子無法吃 就用一根去煮 下面這些 看上去好像很噁心 其實不會的 在這個時候 雞蛋應該已經可以吃了 剩下一點 這些是沒有那麼焦的 因為雞蛋在中間 好 嗯 雞蛋還未完全熟 但已經不是流質那種 一小小有蛋黃這些 好像在吃炒飯 下面再加上一點焦 這個一定會好吃 好吃 然後喝一口湯 嗯 再吃這個 而且飯焦也夠多 但又不是那種黏在底下的 真是不錯 果然推薦不錯 湯就不需要流到那麼多 在最後下去浸飯 可以一邊吃飯一邊喝 到這個階段 那蛋已經熟了七七八八 另外這一半已經給我吃光了 所以就要全部翻滾它 拌均勻它 這樣來吃 就真的越來越像一個雞蛋炒飯 挺好 是不是 這樣就一般 味道非常好 我吃飽飽 大家看上去覺得怎麼樣呢 你說完全是無可挑的 當然不止食物這件事 無可這麼說 而且每個人口味都不一樣的 至於我都是喜歡這種居多 菜又處理得好 該有的又有 如果你說真是有美中不足的 就是下面的油 好像多了一點點 都是以廿就僅次的 沒有太大問題的 其他都好 還有飯真的挺好的 蛋又天衣無服 牛肉又醃得好 確實不錯 20元貴不貴 其實這個價錢都很合理 那好了 快點我去完成 觀眾的要求 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一直走 如果中間應該是會經過市場的 我簡簡單單走過買一點點 那就算了 這就是地圖了 大概還有12分鐘就會到 西華街這裏 其實就是 西華路 不是西華路 沙遠市場那一部份 至於這裏就叫做麗福路 之前和老婆來的時候 亦都說過了 就說這裏 原市有個雞煲的 現在都沒有了 還有一個比較幸運的地方 就是現在魚都停了 幸好一早吃了飯 其實我最初都是這樣想的 我見學魚不如吃些東西吧 說不定會停魚 一切如我所願 來到現在已經是5時40分了 市場亦都是最為熱鬧的時候 我和老婆來到 都是這個時間差不多 天黑之前 通常我們會是 買完菜就去吃飯 通常我們來到生意市場 很少會去小食店吃煲仔飯 都是我趁著今天自己過來 就試一下 老婆叫我買菜我就聰明了 她最喜歡在這些聖街超市買的 我呢 就不走進市場裏 又和街坊去逼我 在這裏買少許蔬菜 她叫我買幾條生菜 那些就行了 就是這些 1.99元 買兩棵就對了 就面頭這兩棵 我買菜就不像她的 慢慢想慢慢看慢慢選 多快 這些就是我們日常影片 很多新來的觀眾可能不知道 我們會經常去市場買菜 因為這兩棵生菜 1.8元 大家也可以知道 廣州的物價 大物價這東西隨時會變 當做的時候便便便 過節的時候便便便便 大概都是這樣的 還有平時我會隨身帶著一個購物袋 很方便 至於前面我就會在前面那裡往右轉 過去3、5、7街 所以我們最常常進去 我們都很慘 我們都很慘 在黎湾区 西华家就在 海珠居是在这里的 我记得之前曾经帮观众找过屋 就是这栋楼上 至于这边 都是有一个市场 所以我先说这边的市场 是特别特别多 我估计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广州大道 即是连潘雨 应该一些货 进来比较方便 很多货运的都是晚上走的 它要在潘雨运上来 是比较容易的 当然这个我是猜的 观众要找的 就叫做沙远七阁 在这里走过去 大概还有十分钟左右 就会到的 在这里就是我先头所说 那些在沙远市场这边 那些很旧的屋 流层很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相对先头 我们经过凤凰新村那边 这边有加建电梯的 就并不太多了 车都是有停马路两边的 那它们都是有滑位 或者是居民自己的那些车 都挺舒服的 因为在广州 找个停车位 其实并不太容易 有些地方 他们知道 警察先生 是不会出来阻礁的 那便停在这里 就像这些 那么旧的房子 有花园 但是呢 这边这些房子 其实 价格并不便宜 性价比不是太高的 所以呢 虽然我们没有说 有智业的计划 但是即使有 其实都不会考虑这边 如果有电梯呢 可能要去到成三万元 好像这些这样 它里面的结构 各种 已经很残好够 又没有电梯 前边有一个 我看到的 那都要三万元 不过不知 遲些会怎样 国家有没有政策 令到它再便宜些 这边市场就多了 极为方便 是 生活是很便利的 美食 地道的美食 街坊的人情味都有 但是那些屋子很旧 这边才看到有三栋 是有电梯的 刚才还看到 广市菠萝 十元八罐 它是小罐那种的 可惜拿不到 如果有开车 一定要买 我继续往前行 应该在前面往左转 再走多五六分钟左右 便会到的了 在这边大多数 都是好像面前一种这样的屋 也不跟大家多说了 再走前一点 应该就是 转回到市场后面街 那里的 那里会有一间糖水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到时候去到 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让这个雅也不非常快 大家认识 想看 向前一直完成 这里 就在这里 参与鲁 垂直 有点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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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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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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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